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突然干咳了一声 并用手捂住了嘴巴 那时 因为疫情在美国还没有迅速扩散 所以并没有人佩戴口罩 而一名中年女性在听到爸爸的咳嗽声后立刻大喊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 你们应该回中国 听到这些 我愣在了原地 脑子里没有任何想要反抗的想法 也不想把事情搞大 爸爸的英文并不是太好 但她看到了我的反应后 也基本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她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我拉走了 但正可谓是冤家路窄 在收音台处 我们又遇到了那位女士 她排在了我们的后面 那时收音员已经开始扫描我们的物品 所以我们无法换一个收音台 而那位女士在我们身后继续喋喋不休地进行辱骂 没有人为我们辩护 我的嗓子也像被塞了什么东西似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 那位女士去了另一个收音台 这时 为我们结账的收音员才表示她感到抱歉 而我的眼泪也在这时流了下来 虽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受到种族歧视 但这件事当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愤不平 我后悔我当时的无所作为 但我依旧为我的身份感到骄傲 我依旧为我流利的中文水平感到骄傲 我也依旧愿意继续学习 并追寻我的文化之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包容和接受 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处 因为正是这些不同之处 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有趣 美好 我也希望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可以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 这就是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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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